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有一个朝代叫汉朝 汉朝到东汉末年就上一首歌里唱的 东汉末年分三国 烽火连天不休 那个时候诞生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大任务 叫曹操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后来当了长将 皇帝说实在就是个摆设 自己的国家还是他说了算 他连年征讨 在中国历史上是地位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后来曹操就觉得 虽然我权力很大 但是我觉得我地位不够尊贵 再往上再更进一步 进魏公 魏公还不够 进魏王 到最后加九次 就是说地位等同于皇帝这么的一个过程 孤家九次 用天子车架 带天子面流 立宗庙开国都 在领军看来 也算是不忠不孝 到后来曹操死了 自己的儿子曹丕 接他的班 成为新的魏王 这个新魏王呢 当了魏王没几年 就觉得 这皇帝 我觉得你这个摆设 我看着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咱俩不想看都别扭 要不这么的吧 你回去吧 那我当皇帝吧 这是后门曹丕的成帝 成为了魏文帝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说历史呢 是有一个平行宇宙的 开一个脑洞 怎么开呢 说曹操呢 他就当他的丞相 当然了 这个还是那个一把手的丞相 这个国家还是他说了算 他就当这个丞相 没有后面的事 等曹操死了之后 曹丕接着当丞相 曹丕呢 也没有逼汉宪帝退位 他就在丞相的位置上 一直干到死 等他死了之后 他就把位子 传给他的儿子 他儿子呢 再传给他儿子的儿子 后面司马仪的两个儿子 司马师 司马昭 我们都知道 他开创了晋朝 他们呢 也是相当于是 只是把曹丕的儿孙们 赶下了丞相的位子 自己当丞相 再后来 所有中国的历史 唐宋 袁明清 什么 李渊 李世民 什么 宋太祖 赵矿印 成继思汗 朱元璋 努尔哈赤 他们这些人呢 都 没有改朝换代 只不过就是说 我就奔着这个 丞相的位子 使劲 我不当皇帝 效果呢 还是一样的 就是我还是 这个国家的主人 只不过呢 这个不是皇帝 而是一个大丞相的 一个地位 如果说 中国的历史 要是这么的 研法 那就相当于是 日本的历史了 日本的历史呢 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概有680年 就是按照我刚才 说的这种研法 就是天皇呢 还是那个天皇 天皇死了 传给天皇的儿子 儿子死了 传孙子 中国的王朝呢 一共有24朝 因为24史嘛 有24个朝代 那日本呢 一共几个朝代 说实在的 严格意义上来 就一个朝代 从天皇 他祖宗到现在的天皇 都是一直下来的 这个王朝 叫做菊花王朝 那么大家打来打去 争的是什么吗 相当于是天皇 下面那个 相当于曹操的 实际的 当家人的这个位置 那么日本的曹操 是谁呢 就是说 日本第一个 站到这个位置上的人 是谁呢 元赖朝 他呢 就在日本 坐了这个第一个 相当于丞相的位置 那当然了 日本的这个官呢 不叫丞相 叫征仪大将军 征仪大将军呢 有自己的领导班子 这个领导班子 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做幕府 所以说 日本的曹操啊 就是幕府将军 长达680年 日本都是由幕府将军 说了算的 这个幕府将军呢 当了日本的抗霸子 大家都很眼红 凭什么你当 不是我当 所以说 打来打去 就跟中国的改朝换代呢 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说这个元赖朝 他呢 当了征仪大将军 做了幕府的领袖 开创了日本的 联仓幕府时代 当然 很多人就开始眼红 其中 他有一个同族的兄弟 不是一个姓 但是吧 是宗亲 这哥们呢 叫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呢 就看联仓幕府 非常不说 元赖朝 死后没多少年 那个足利尊氏呢 就开始起兵 把元赖朝他们家 就给推翻了 我自己当幕府将军 足利尊氏呢 很多人不了解 但是他有一个孙子 非常有名 他这个孙子啊 叫足利一满 人家说足利一满 谁啊 没听说我呀 大家好好回忆一下 我们小时候 看没看过一个动画片 叫村民的依修 依修里面就有一个将军 就这伙 看着老头啊 这个老摩卡车的 感觉这也没什么大能力 挺昏庸的一个人 他就是足利嘛 当然了 他这个本人的这个形象 绝不可能是动画片中的一个形象 否则 怎么可能就是 能治理一个国家呢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依修 明明这老头 痴呆傻捏的 还那么怕他 幕府将军我刚才说 大家都很眼红这个位子 所以说他的这个权力过渡啊 并不是一直能稳定过渡下去的 也有战乱的时候 就是说日本呢 有个战国时代 大家都为了争夺这个 日本的实际的领导权 那个时候呢 幕府将军的权力呢 是真空状态的 日本的战国时代是怎么回事呢 一说战国时代 很容易就联想到我们国家 也有战国时代 我们那时候是战国七雄嘛 七个国家 互相你打我 我打你 打来打去 那日本的战国时代呢 是十多个国家 打一个国家 那当然不是国家了 是就是可以说是一方势力吧 那谁这么厉害啊 一个打十几个 这个人呢 非常的有才华 非常的有野心 也是一个 枭雄式的人物 这个人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 枝田信长 枝田信长 那个人呢 非常的有实力 在日本呢 号称是一代战神 如果这个人 能够顺风顺水的 一直发展下去 他绝对有实力 统一日本 当然呢 很不幸 他走了半道 就被他的一个部下 玩了一出 体数之奥义 就从背后 把他给按算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 本能寺之变 发动这场事变的人呢 叫明智光秀 那后来呢 为了给枝田信长报仇 枝田信长的另一个重臣 就站了出来 这个人呢 也非常有名 叫枫辰秀奇 枫辰秀奇呢 打败了明智光秀 接了他老大 枝田信长的班 一统全日本 等到后来呢 枫辰秀奇的一个 一个同事吧 也是他的部下 德川家康 他又开始上位了 那这几个人呢 就是枝田信长 枫辰秀奇 德川家康 他们并成为 日本的战国三杰 好 感谢大家听我的讲述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